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中 有将近一半是双新家庭 这让养育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 因为对许多父母来说时间成了奢侈品 于是像玉米这样的公司开始提供婴儿食品外卖服务 对我来说有时候去采买自己研磨是不容易的 所以有外卖服务非常方便 这给了我额外的时间和我的孩子们相处 而且我也不必担心他们吃不到健康的食品 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 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便利性 他们的厨房就像是农夫集市 他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 创立者主张他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 一个很棒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 婴儿食品数十年来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决定来打乱这个一成不变 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 改变了人们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 这家公司仰赖的就是人们会在有机 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 也有一些研究表示有机饮食对婴儿更好 研究食用传统饮食五到七天转换到有机饮食五到七天 再回到五到七天的传统饮食的孩童 他们发现当他们每个阶段检验参与的儿童的尿液 传统饮食的期间农药残留出现在尿液的明显比较高 每一罐玉米婴儿食品含运费大约是六到八美元 其他有机婴儿食品大约一罐亿美元 那是个昂贵的选择 但是玉米的创办人希望他们能够让父母觉得这钱花的值得 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报道